美空军举行了航空、航天与网络大会 美空军采购技术与后勤助理部长威尔·罗珀透露 美空军下一代战斗机处于研发中 已经首飞 项目为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 旨在打造出一款满足美空军空中优势的战机 由此看出 NGAD战机的特点必然是侧重对空作战 实现争夺制空权 且这款战机已经开始飞行实验 根据助理部长威尔·罗珀的说法 美空军已经建造出一个完整的验证机 并且进行了飞行实验 美空军已经准备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制造NGAD战机 美国空军正在展望2030年空战的模样 隐身战机的发动机 雷达性能将更上一层楼 无人驾驶将成为一种趋势 美国现在正在努力部署F-35战机 并且将数量进一步扩大 无人驾驶战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但仍然局限于对地攻击 一旦无人机能够空战 那么有人驾驶战机的时代将进入收尾阶段 从时间上看 六代机出现的时间还算太早 根据NGAD计划的性质 这架已经首飞的验证机很可能是一种技术演示飞行器 其目的是降低研发风险 同时能够帮助美空军正名支撑NGAD计划的主要技术原型 降低研发失败的概率 首飞六代机的技术验证机算是对外释放一个信号 美军的F-22也会进入生涯末期 如果现在着手研发 那么在2030年会服役 与欧洲的六代机服役的时间处于同一个时代 目前关于六代机的技术要求仍然没有定论 这取决于人工智能的提升高度 美军NGAD计划验证机是哪个制造商在研发 也是一个未知数 但不难推测 落马公司肯定参与其中 波音公司是否介入 还有待观察 除了波音和落马 诺格公司也有技术实力 但该公司的主要精力放在研发B-21轰炸机上 未必有余力参与 因此美军下一代战机的研发 很有可能还是落马为主导 波音为配角